还有宝莱花园广场都是流标收场 约落在每坪66万上下 巴黎石油区它的楼高大是28层楼 那我们现在我们法拍的位置是位于在14楼 之前我们有成交的行情大概是65到70之间 所以这次法拍的价格是合乎行情的 但除了这间豪宅 吴立林其他豪宅都还没人接手 包括信义计划区的宝莱花园广场 5号进行第一拍同样流标收场 最大原因恐怕就是目前还有租客 而且租约还有三年之久 过去也曾经看到一些所谓的假租约 债务人会在查封前 乘租人第三人订定一个期限非常长的租约 投资客可能不太会有意愿来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吴立林目前也还有元大一品月 没有顺利拍出 要靠这些房产还清债务恐怕还有的等 三内宣正宴龙丁星雅看不到